哎呦终于找到了紫水晶矿洞 不容易啊兄弟们 好吧装修仓库的材料有了 我们直接连锁采集 把所有的紫水晶石都带回去 而且在来的路上呢 我们还收集到了50个南瓜 当然了这些南瓜作为我们的装修材料 肯定是不够的 不过有多少我们先拿多少 把破烂中的下紫水晶矿石全部都带走 好了打开隐形的地下室 我们下去 感觉这个楼梯和紫水晶也并不是很搭呀 先 哎呦不行兄弟们 我觉得这个楼梯我们应该换一个颜色 我们把楼梯换成这个石英楼梯吧 我觉得石英楼梯还是不错的 好了开始拆切 我们需要把地板还有墙壁全部都换成紫水晶石 地板已经全部铲掉 我们需要铺上紫水晶块 好地板已经完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觉得还不错吧 我觉得是不错的 进来有一种蓬壁松灰的感觉 哎不错不错兄弟们 那接下来就是墙壁 墙壁的话我们也需要铲掉 铲掉之后我们再来放上紫水晶块 这样的话更好看一些 现在紫水晶块已经用的剩下了六组 哎这东西还是不够用呀 后期的话我们还需要再找紫水晶矿洞 先铲墙壁吧 OK搞定了 现在我们的地下室已经被紫水晶石包围了 只差这个顶部 顶部的话需要一些照明 我觉得还是用南瓜灯比较好 然后这个箱子呢 后期我们给它做一个隔段 应该是会更好看一些 现在的话先就这样吧 接下来我们需要换下这个楼梯 这个黑色的楼梯和这个紫水晶块实在是有些不搭 材料的话差不多够了 我是三个平滑实行块 我们把它合成楼梯 好了这个平滑实行楼梯 肯定效果要比那个黑色的楼梯更好一些 我们把它放成一排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我们补上两个 哎这里不能放楼梯了 这边的话我们补上这个紫水晶石 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不过这边这个原石我觉得不行的 把这边拆掉吧 拆掉之后我们换成紫水晶 哎不错 这档次感一下就提升了不少 我觉得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先把它关起来 OK 哎 这怎么缺两个时音啊 那给它放上 然后把它再打开 我们看一下这个通道 哎通道没有问题 不错兄弟们 很不错 这边还能看到这个红石线路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做完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边也看不出什么痕迹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南瓜灯了 用南瓜灯把顶部给它改一下 这边应该就挺好看了 现在的话我准备建一个这个南瓜农场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怎么选呀 感觉这后边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如果建一个南瓜农场的话 后期有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建造了 翻死了兄弟们 又忘记看录屏了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边已经成为了一块平地 真咸的话是海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填这个空地的材料呀 我们是在我们家的后院产的 然后这边还做了一个楼梯 材料的话是在这里产的 大家看一下这边也产了很大一个空靴 然后这个楼梯的话 其实一般般吧 就是一个上下的通道 还不错 然后我准备把这个南瓜机就建在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还有了一把效率4 那就上的铲子 这一个铲子的属性也是不错的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准备就建造南瓜机了 南瓜要建造南瓜机了